跟着您看世界探索全球大小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颖玲小汤圆 美国当地时间3月26号凌晨 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凯伊桥 是遭到一艘货轮撞断之后 造成了六个人死亡 震惊了各界 那作为美国东岸的主要港口之一 现在各界也开始很担心说 后续的经济影响 因为大桥撞断之后 它需要清除 它还需要重建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因此当局现在预估说 当地每天的经济损失 可能是超过了1.9亿美元 随着桥梁的断裂面临重建 美国的移民问题 现在也再度又浮上了台面 因为这六名不幸罹难的修路工人 其实他们都是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 他们来美国是要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但是没想到 最后是死在巴尔地摩港冰冷的水中 所以这件事件 其实震撼了西语裔的社区 也让外界开始反思 为什么丧生的都是这些移民工人呢 非营利组织巴尔地摩拉丁裔委员会的主席 伊斯拉斯他就指出说了 拉丁裔他们是做了其他人不想做 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他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来到美国 他们是为了要追寻一个更好的生活 不是要来入侵这个国家 那尽管拉丁一直占巴尔地摩人口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也是正是因为他们做了其他人 不想要或是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所以死者都是这些西语裔 好像听起来就不会让人感到特别的意外 这回罹难的六名工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了墨西哥 洪都拉斯 瓜地马拉 以及萨尔瓦多 那在美国许多拉丁裔 他们从事一些低薪 而且是福利很少的工作 这个是因为当他们是没有办法获得 与美国公民同等的工资的时候 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做别人 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那根据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的这个数据 拉丁裔的工人 他们比其他种族和这个族裔群体 更有可能会死于工业的意外 那其中像是建筑业 这个就是最致命的行业 那政府和这些产业数据就显示说了 在这些高风险的行业里面 拉丁裔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像是在建筑工人里面 他们就占了51% 屠宰场的工人占了34% 那么园林还有绿化工人是占了61% 那这场灾难刚好正值美国 他们即将要举行总统选举 所以移民的问题也再次成为了选民 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共和党的准候选人呢 川普他就在竞选当中 他对移民使用了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 说这些移民他们不是人 还扬言说如果他胜选的话 将会大幅的加强驱逐出境的力度 那争取连任的拜登呢 他为了要稳固他的选票嘛 所以他显然在移民问题上 也会比以前还要来得更强硬一些 对此有移民团体就表示说 许多人他们根本不重视 这些拉丁裔社区的民众 把他们视为动物一样 或者是认为 他们是靠政府的福利来生活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要纳税要缴税的 但是撇开政治人物 美国的老百姓 一般的民众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移民的呢 这个是根据美联社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 就发现说呢 大约有五分之二的美国人 他们表示说当移民他们是合法的 来到美国的时候 技术工人的专业知识 对科技业的美国公司来说 这个是一大好处 那有38%的人 他们表示说 合法移民现在丰富了 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也为美国带来了好处 但是跟2017年相表 其实这两个数字呢 都是有所下降的 那么同时在这个新的民调当中 认为合法移民有很大的几率 会在美国犯罪的美国人的比例 也增加了 从2017年的19%是上升到了32% The poll also showed that 32% of Americans now think it's a major risk that legal immigrants will commit crimes That's up from 19% in 2017 That overall shift isn't happening among all groups though It's driven by Republicans and independents who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see potential crimes by legal immigrants as a major risk than they were in 2017 Democrats continue to see a wide range of major benefits from im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s an issue that's more important to Republicans personally 但是其实接受这些移民 对于美国经济 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说 移民进入美国 为美国经济 等于是提供了 一支比较灵活的 劳动力大军 从而就使美国各行业 在提供相对廉价的 产品和服务的同时 还可以持续地增长 那纽约时报就曾经说过了 移民劳动人数呢 现在快速的增长 其实对美国的经济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一方面 这是让技术要求 不高的工种的工资呢 可以保持在低水准 那另一方面 其实也让很多美国的公司 他可以继续扩大 他们的生产规模 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 兰德公司的一位经济学者 他认为说 美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们是非常依赖移民 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 因为像是从雇佣移民劳工 来修剪他们的草坪啊 到享受这些物美价廉的农产品 美国人的生活 他们各个方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 移民劳工的参与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说 尽管移民让美国的经济 在总体上受益 但是低技能 还有教育水准 在高中以下的美国工人 他们反而是蒙受了损失 因为他们被迫 要跟这些移民去竞争工作 那工资也会因此下降 有一些专家也说了 大量的移民 尤其是非法的移民 现在这样子 大量的涌入美国 在教育还有医疗 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 其实给州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 都带来了财政负担 这个或许呢 也是美国移民 这个美国人 他们对美国移民 又爱又恨的一个原因 那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 其他国家 他们是如何来看待移民的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邻居 加拿大 随着世界各国 现在面临人口老化 以及生育率下降的一个挑战 加拿大在这个方面 他们是超前部署了 因为这几年呢 加拿大政府 他们积极的实施 大规模移民政策 就是欢迎这些移民劳工啊 难民 还有国际学生的移入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为国家带来了人才 还有专业知识 那高技术移民呢 对加拿大的科技啊 医疗和教育等等的领域 其实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不仅是填补了 加拿大内部的技能 劳工的短缺 还带来了创新的思维 以及国际的事业 帮助推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 那么同时啊 一般的移民劳工 他们也填补了加拿大 劳动市场的一些空缺 也支持了农业 建设还有服务业 等等行业的运营 那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 也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再加上加拿大 他们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 这个也是移民政策的一大优势 因为这种文化多样性 促进了交流 还有相互的理解 也打破了种族 还有文化之间的隔阂 那加拿大政府呢 也会鼓励各个社区 可以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还有节庆 就是要来增进 不同文化之间的尊重 还有融合 这个都让移民在加拿大 是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但是欧洲各国 对移民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先来看到英国的部分 英国政府和卢安达呢 在2022年 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卢安达将会代替英国来接受部分 抵达英国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 但是鉴于卢安达不佳的人权记录 这项计划就是备受争议嘛 包含了英国国内啊 还有欧洲人权法院 都是有强烈的反对声音 那在去年11月15号的时候 英国最高法院这裁定说 英国政府的这项卢安达计划 是不合法的 但是首相苏纳克 他仍然是持续的在推动 而且是强硬的在推动 尽管有可能会削弱 他的威信 以及加深党内的对立 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国家 illegally 你将来到国家 我们将来到国家 我们将来到国家 也将来到你的房子 如果是安全 如果不是 去一种安全的 而且那是 where Rwanda comes in 现在那是为了 我做的事我可以 来到这个法院 所以我们可以 开始发生人 去Rwanda 而且我们可以 得到这件事 你会看到人 人会停止 来 我认为 border security and controlling illegal migration 是更重要 为了让这个法案可以通过 其实苏纳克甚至还威胁要退出欧洲人权公约 也就是ECHR 不过欧洲各国也是自顾不暇 因为这几年非法移民的问题 也再次成为了欧盟的政治焦点 欧洲现在正处于一个 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当中 一方面呢在边境 他们是部署了铁丝网围栏 要防止一些移民入境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悬挂着 招聘工人这样子的横幅 那各国对如何妥善的安置移民 看法也都不一样 南欧国家他们刚好位在第一线嘛 所以被迫要去负担处理移民抵达的成本 那与此同时欧洲比较富裕的国家 他们就认为说你们这些南欧国家 你们没有按照规则去阻止移民 因此他们觉得这些南欧的国家 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 那么这几年来随着像是意大利啊 瑞典还有荷兰等等 几个欧盟国家的反移民民族主义政党 也就是所谓的极右派的崛起 移民的议题在欧洲政治上 就变得更加的棘手了 也因此欧盟在2023年12月20号 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要收紧移民政策 加速对这些非正规入境者的审查 要建立这种边境拘留中心 还有加速驱逐被拒绝的庇护申请者 以及要建立一个团结的机制 来减轻大量的移民流入 对欧洲南部国家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欧盟同样也难逃高龄化带来的缺工潮 所以欧盟的官员就坦言说 其实欧盟每年都会增加100万的工作缺口 这些缺口就是需要仰赖移民来帮他们去填补的 但是很多国家他们现在排斥移民的这个观念 真的非常难改 已经根深蒂固了 所以他们宁愿去忍受缺工之苦 也不愿意去放宽他们的移民政策 所以现在如何在收紧移民政策 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的同时 还要想办法去弥补大量工作的缺口 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恐怕依然是欧盟目前的难解之题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跟着引力看世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因为你需要赶快抓东西的时候 你手机其实一放 你的手就空出来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手机挂层是非常的方便 它蛮有设计感的 再来是我觉得它因为是比较宽的那种肩带 所以其实你背起来的时候不会那么有负担 常常会看到一些朋友 他们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机 或者是手机放着 然后临时要拍照 他们又找不到他们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推荐给他们的话 其实是蛮方便的 我们下周再见 有点可以 嗯 不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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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